好喔 那我要繼續感謝囉 那 那我就 看一下名單 就是 我再來要感謝的是 比我大一屆的學長姐 就是 雨昕 感謝她是 因為 在我一進入 實踐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照顧我的學長 也是她 她經歷的抓住我 我才會覺得美門很溫暖 對 她算是我 我的起頭學長吧 對就是 我跟大家在學校的相處 也都很融洽 也都會一起 打籃球啊 打桌球這樣 對 她真的是一個很可靠的學長 可是就 就在 在 我一年級讀案的時候 她突然轉學轉奏 這點讓我很 很 錯愕 讓我有點 小傷心啊 可是我還是 不敢表露出來 因為 我是個 很 很 ㄎㄧㄧㄥ的人 那 我想要表現我的 固執 固執 好啦 謝謝雨昕 她真的在起頭很照顧我 再來是傑穎 對 嗯 傑穎她她真的是個很 很可愛的學姐 然後也 就是 跟她在一起有說有笑 她也很 很有趣 在團契中發生很多趣事 都是 有她 然後團契才會那麼的融洽 對 感謝她 然後在我的 呃 就是一些 學校的事情上面 也都是受到她的幫助 很感謝 好 好 還有中醫 對 嗯 對啊就是 啊 很感謝主的一點是 中醫她在 畢業前 有受寫 對這個是 很 就是我也很感動啦 然後 因為 這個受寫 是一個很很 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 對 那 在 在我 這個大學 過程中啊 能夠 身邊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受寫 我真的很 很高興 然後也 也很感謝 那為什麼我要感謝她 是 她 呃 她也是 我 我一個很好聊天的學長 對啊 然後也 也跟我分享很多事情 呃 然後也 也很外放 對 是個很好相處的學長 然後 還有 還有 乙道 對 對 亂吊 乙道 乙道這個人 他 他默默的 可是他 他在 在你 就是 他會 聽你講話 然後 會給你 一些很 很 很不錯的建議 對 是 是個很好的學長 然後 我也 跟大家一起 去 去過很多地方啊 他 他帶我們 帶 帶我們這幾間 又出去玩這樣 很好玩 呵呵 謝謝 謝謝 謝謝乙道 好 那我要再繼續網上算囉 沒有沒有算到的學長姐 不好意思 我們以後再慢慢算上去 好那